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隨便吧 我叫楊涵君 我... 就是我的名字在百度裡面 所以我有很多博客 我的博客沒有一個主博客 是因為我可以 讓大家都可以多設我的博客 是為了傳播一些理念 然後那個就是 過去的一年 你覺得中國網絡有哪些 比較重要的發展 或者一些趨勢啊什麼的 有趨勢嗎 有趨勢 我覺得網民更 集中精力集中一些大事 出現了一些事件的時候 網民會很快的 更快的速度集合起來 對這件事情進行評論 進行這個分析 人肉搜索 我覺得這是一個好的趨勢 我感覺到 所以 從這個發展趨勢來講 今後 任何一些不好的現象 或者有一些 政府的不好的行為 一旦曝光的話 他們講 無所遁形 他們只有一個辦法 封鎖 但是封鎖這個方法當然是 不是 不是很好的了 對他們來講 從我自己來講 因為剛才講的大部分 從我自己來講 我覺得我的博客 我的博客本身 過去一年 刪得反而少了 刪得內容越來越少了 這個我 不能說是整個互聯網好了 但是從我自己的博客 文章刪得很少了 討論政治體制改革啊 討論西方民主啊 從西藏 說到地震啊 我說這些文章都沒刪 我的文章都沒刪 謝謝 好謝謝 謝謝楊老師